各位好,现在为各位介绍的是Python3.8里面的Fall回圈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Fall回圈的基本样子 它就是Fall在这边 然后呢,是它的Item 然后后面呢,是你要给的范围 然后这个是在条件成立底下呢 它就持续做 那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这个Statium 那这个Sequence这个部分呢 我们用Range的方式来做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范例哈 好,那假设呢,我们这边 哦,那我们有一个叫做Range 比如说这个Fall i in Range 它就是一个范围 那范围的写法有很多种 那最阳春的一种写法 就是直接写一个数字在这边 好,那写5的话 那它的值就会从5开始到 从0开始到5之前 所以总共5个元素 就是0,1,2,3,4 这样 然后Fall回圈最后面是一个冒号 条件成立的话,就是个冒号 那这个呢,跟乙福的条件判断一样 那这里面是它条件成立之后的Statium 我们要做什么事情 假设我们把它印出来 Print 然后我们把I印出来 这样子 好,那我们来执行看看 那么可以看得出来 它的值呢,从0,1,2,3,4 所以不会包含5 就0到4 这样也是总共几个5个 好,那呃,有人会说 老师我想要把它这个写横的出来 不要这样一行一行出现 我要写横的 好,那因为Print本身呢 自带换航资源 所以我们就在 这个Print里面加另外一个参数 end end 等于双银号 这样子呢 它就可以取消换航符号的功能 所以我们再执行一次 你就会发现它值在这边 好,那如果有人说 老师我想要让值呢 彼此之间有一个空格 好,也可以 你可以用什么 这个 你加一个反斜线梯 好,那反斜线梯的部分 基本上就是让它有一个Tab 那不同的作业系统 Tab的这个格数不一样 那一般来讲 反斜线梯呢 就是我们键板上的Tab 那它会有四个空格 好,那执行一下 有没有,它就会间隔这样子 好,那你觉得空格太大 你不想要这么多 你也可以自己留空格这样子 好,那它就可以 这个输出 就像这样子 好,所以Range呢 是这样子 那另外一个写法就是起始值 假设我们希望从1开始 到 这个5 1到4的话 那就是1 然后这边5 因为不会包含5 所以就是1到4 好,那我们执行一下 你看到结果就1234 好,那有人会觉得说 那假设我要到5的话 就是变成6 就这样子 ok,所以它不会 这是终止条件 但是不会包含它 这样子 好,那第三个写法就是 每次增加多少 比如说每次增加1 就是1 再来2 再来3 所以执行结果呢 会是像这样子 1到5 好,那如果这个是每次增加的幅度 变成2的话 那它就是变成什么 1,3,5 因为1 在下一个回合就变成加2 所以1加2变3 所以3会印出来 3执行完之后会怎么样 3加2变5 就会被印出来 5 5再加2呢 就没多少 7 爱心超过6了 所以就结束执行 所以7就没有印出来 好,那这个我们是从小到大的 从小到大 所以它是递增的 那你也可以反过来写 怎么写呢 你从大 然后到小 然后呢每次间隔是什么 -1 这样子 好,那它印出来的结果呢 就会怎么样 就会从大到小 那这个是从6开始 然后不包含这个 所以在它之前就会结束 所以是65432 65432 所以前面是起始一定会有 那中指是这个不会包含它 所以在它的前一个就结束了 所以变成65432 ok 这是复回圈的一个基本架构跟写法 概念是这样子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这边有一些范例题 我们来看一下 输入N 好,让程式输入N 然后程式会输出1 累加到N的结果 好,比如说N等于4的话 输出是1加2加3加4的结果 应该是10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要让使用者输入一个数字 整数N 所以N等于什么 INT INPUT 那这边的意思就是说我使用者 透过INPUT接收到资料之后 转上成INT的整数放到N 好,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这边呢 就是用什么 从 因为从E开始累加 然后到N 然后呢,每次加1 所以我们就可以省掉了 好,但是呢,我们刚刚讲过 这个宗旨条件是不会包含它 可是题目是要我们包含它 所以我们就必须再加1 往后再加一个 让它程式执行的时候可以包含到N OK 好,但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变数来 累加目前的结果 所以我们可以说用SUM 但是SUM呢,各位发现它是一个关键字 SUM 所以呢,它不能来来当做变数 所以你可以说我用SUM1 或者是你用其他的,比如说TOTAL TOTAL等于一开始为0 好,那在这边呢,我们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就TOTAL 等于TOTAL 加多少I 这样子就可以达到累加的效果 所以这边的意思就告诉我们 当I 从1开始,所以是1 那TOTAL一开始是0 0加1 就会变成多少 1,放到这边 然后呢 回来上面 那I呢,因为每次加1 所以就变成2了 好,所以就变成 刚刚的TOTAL是1 加现在的2 就变成3 所以这个TOTAL被修正为3 然后在上来的时候 I因为在加1了 所以变成3 那刚刚的3 再加现在的I等于3 就是加起来变6 所以TOTAL被更新成6 以此类推 一直到N加1之前的那一个 所以就是到这个多少 看你输入假设是4的话 它就会到4为止 好,那执行一下看结果 好,那我们输入4 得到结果呢 好,这是吧 呃 错误 这是刚刚的 我们要先重新编译再执行 是 好,可是没有结果 因为我们没有把结果印出来 所以我们必须要print 括号TOTAL 好,然后这边呢 播放 然后呢 再执行 比如4 得到结果就是10 这是累加的结果 这样可以吗 好,那我们来测试一下大一点的数字 比如说100 好,那我们会得到5050 ok,好,这就是累加的一个结果 程式就是forward圈 i从1开始 然后呢 i 从1开始到n加1 代表101 因为我们这边不会被包含到 所以就必须要往后再加一个 变成n加1 所以才会 累加到n 好,那第二题 输入整数a 与b 好,计算从a连加到b的输出结果 好,一次要输入两个子 而且都是整数 那我可以用n 好,a 按照提议啦 a到b 然后我们可以用map 这个指令 好,来做 然后呢 这个int 是代表说 对应完之后的结果 我们用int 去做 资料形态的指定 spirit 所以input 切割完之后 这个input 是使用者输入两个数字 中间有一个空格 把它隔开 然后用split split 这里面可以给参数 比如说我用逗号隔开 但是如果你不给的时候 你不给的时候 他就以空格 空白的这个字源呢 去当做切割点 去把它切开 然后切开之后 每一个都做int 的资料形态转换 之后对应到a跟b 好,那有了a跟b之后呢 我们说 从a开始到b 好,那因为我们刚好讲 b的话不包含 所以我们必须再加1 让它可以真的去加到b 然后呢 一样这边就不变 total等于total加i i在这边 累加完再把total印出来 好,比如说我输入从2加到多少 5 好,那各位先想一下 2到5的话 应该是多少 2加3 5 5再加4再加5 得到多少 14 好,我们看结果对不对 答案是14 所以这样的运算就ok 好,所以这是从a开始到b 的一个累加的结果 第三题 输入正整数n 然后输出n阶层的结果 好,例如说n等于4 然后输出就是4乘3乘2乘1 得到结果是24 来看一下n阶层的计算 好,那我们要输入一个整数n 好 input 接收到之后 我们的这个 这个 结果呢 我们假设变数叫 result 它一开始呢不能为0 因为0乘上任何只会得到0 所以我们用1开始 然后i呢 我们现在从多少 使用者输入的n一直到多少 好,乘到1嘛 好,但是这个乘到1的话 1并不会被乘到 那各位想想看哦 在阶层计算里面乘1有没有1 乘不乘1其实结果都一样 所以我们这边就不用刻意再去 再去减1 不用再去减1 好 所以我们就会到1 为止 然后每次呢减1 每次减1就是说 比如说这是4 做完下一个回合变成3 2 1 是有多的往少的这样子递减下来 那纸呢 这边变成是什么 不是加了 变成乘 对 这个1乘上 一开始如果是4 就1乘4 变成4 变成4 再来呢 累计完之后 这样乘是对的吗 4乘上下一个是多少 3 4乘3 连乘 就得到一个结果的total 好 那我们来执行一下看看 好 好我们输入4的话 会得到什么 错误 哦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改成result 不是total 下头了 ok 再执行一次 输入4 这边也没有改到 输入4 得到就是24 对 好那你也可以再试一下 十阶层 等于多少 答案是36288 00 好如果有兴趣 同学可以自己手 用 电子计算机算一下 看他结果对不对 ok 好这就是 刚刚提到的第三题 算阶层的部分 好第四题 让使用者呢 连续输入十个数字 如果输入的 资料 是可被删整除的 才雷加其他就跳过 ok 好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来看一下 好连续输入十个 好那我就for i in range 对 好那我们的这个例子太多了 我们用五个就好了 in 再不要才不要key很久 好那因为我只要五个 所以我根本这个 range里面的指是多少 对我来讲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我就五次 好 然后呢 每次输入一个n 等于什么 input 我们要转换成int 所以是int 国号 这样子 好那因为我们要一个直去累加 然后所以我们就必须用什么 这个 比如说toto result dks为0 好然后呢n收到之后 接下来我要先判断一下if n 百分比 题目是说被三整除 三整除 等于等于零的话 就怎么样 我们再去累加 sum 我们的这个result 加等于使用者输入的n 然后els的话呢 否则的话呢 好 那各位可能会觉得说 哎我们这样子其实就可以了 对 好 那假设呢我在每一次 做完之后我就print 一次结果 print一次结果 然后呢他就会把它每只要有加到的结果都显示出来 那在这样的情况是不管你有没有条件成立 他都会印结果 不管条件有没有成立他都会印结果 不管条件有没有成立他都会印结果 我们来看一下 好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输入五个数字 第一个是1 没有累加所以是1 2也没有累加 然后4也没有加 6 哦有加了哈 这个3 所以6加3的结果变成9 ok 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我们输入如果不是的话 如果不是的话 他还是会把结果显示出来 虽然他结果是0 这样可以吧 好 那假设呢我 这个 只要没有累加我就不印结果 只要没有累加就不印结果 所以像这种条件不满足的 我就不会把结果显示出来 ok 好 那为了方便 为了让同学比较容易看得清楚 所以我们再加一个 这个 让大家比较清楚知道说 哪一个是答案哪一个是输入了 好 那我如果说不要印 我要把它跳过去 在python里面有个指令叫 s 然后呢 我们叫做continue continue的意思就是说底下就不执行了 底下不执行 所以如果是这个条件不满足 显然是执行他嘛 执行他他就回到第二行去执行了 底下他就完全不管了 就是continue 底下完全不管 好所以我们来执行一下 好我们再重新执行 比如说我输入2 他也没有印结果 对不对 3 他有输入结果3 然后输入6 9 对不对 再输入 也没有 这样也没有 所以从这边歌可以看到 当我叫了continue之后 只要条件不满足 又遇到continue 他就回到回圈 往下执行 那不管你在后面还有什么指令 完全不管了 他就跳走 这个叫continue 后面不执行了 ok 那另外还有一种 我们来看一下第5题 让使用者最多输入10个数字 并且能进行累加 但是累加的值呢 不得大于100 当加上去只会超过100的时候 那即使 即使未满10个 也会离开回圈 那我们来看这是什么意思 好 那我们还是以5当作例子 不然是个实在是太多了 好 那我们现在判断的事情是吗 我们要判断的是 我的result 加你刚刚输入的n 如果 如果超过 加上去会超过的话 加上去会超过 我们刚刚讲的100 那我就不要执行了 这边就要改一下 那不要执行的话怎么办呢 我怎么 后面几个回合 比如说第一个回合 他输入就是100 那就 显然就要后面都不执行了 对不对 那怎么做 那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什么 当他如果大100的时候 我们就把他break掉 就把他打断就对了 不要再执行了 好 那否则的话 我们就怎么样 我们就result去加等于n 好 就继续累加 好 所以就这样子一直加 那他怎么累加 我们最后会 假设我们在程式结束 破维圈之后 再把结果一次显示出来 好 print 对 result 好 这个是最后的结果 好 假设是这样子 好 再来看一次 我们这边是输入5次 对不对 输入5次 好 那这个输入的结果 判断一下 我的结果去加n 如果大于100的话 好 大于100我就break break的意思就是说 我后面的回圈也不不跑了 跟continium不一样哦 continium是 那一个continium后面的指令不执行 但是他还会把后面的几个回合跑完 但是呢 在这个 break的话是不管我还有几个回合 我后面的回合数不跑了 就直接到for回圈这一层外面继续往下执行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我一开始输入 我有5个回合 可是我一开始输入50 哦 再输入一个49 哦 就变99了嘛 这时候我再输入3 哦 他就不执行了 我现在才输入两个 连他第三个 然后他加上去会99加3变102嘛 那超过100了 所以他就不执行出来 所以在还没有加之前的最大值 再没加最后一个值的最大值是多少 是99 因为加3就变102 这样ok吗 所以break告诉我们的意思就是说 今天如果说这个我后面的回合数不要跑了 不打算跑了 我条件满足要离开 就是用break 那如果说条件不满足的话 条件满足的话 我就继续做 然后呢这个满足我这个设定的条件 那我后面指令不执行 用的是什么 continue 这是这两个比较特别的指令 提供给各位参考 好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槽状回圈 槽状回圈讲的就是说 我在回圈里面又有回圈 举例像这个例子 好像这个例子 那我们假设呢 这个是多的 应该是输入3 然后固定印出这个 ok 好那这边 我看一下题目 这边是输入两个东西 一个是n 一个是c 那c是代表资源 n是代表他印出来的图形 要有几个这样子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要怎么做 那因为要输入两个 所以一个n等于什么int 括号input 括号这样子 这是输入数字的部分 ok 好那另外还有 因为你是在同一行 我们从刚刚从题目上看起来在同一行 所以我们必须n 跟c在同一行 然后呢 input 括号 什么 点split 然后我们的n呢 必须要转换成整数 然后for圆圈int for圆圈 i in in range 括号n 然后for j in range n 那因为他是正方形 然后所以大小 就是内回圈外回圈 这个都是 这个i呢代表 i代表有几个raw 横向的是raw i代表有几个raw column代表什么 有几个直行 直行 所以这直行 横列 那i代表的是几个raw j 代表几个column 以此类推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ok 然后这边我们就print 对 我们刚刚从题目上可以看出来 我们印出的这个c 然后呢 他怎么样 他不能换行 他不能换行 所以我们用反 用什么 end 等于 这样子 他就不会换行 但是内层回圈 内层回圈的意思就是说 这三个印完之后我要换行 所以是内层回圈 内层回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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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完之后 才要做什么print 换行的动作 ok 所以这个印完 看有几个就印完之后就换行 印完之后换行 好那我们来执行一下看看 比如说我输入3 然后呢请字号 有没有他是三个 换行 然后又三个又换行 三个又换行 好所以假设我们这边少了这一行 那你得到结果会变成是什么 3再加前字号 哦 就变成一整串 所以这一行呢是目的为了要让他换行 而且他必须是跟内层4呢 是同一个阶层 也就是说内层回圈在这边做完之后 才印这一行 ok 所以这是这一题 这叫潮状回圈 就是回圈里面又有回圈 这是潮状回圈 再看一下 99乘法表 输入一个正整数n 然后出现这样99乘法表 好来看一下这要怎么做 输入一个n ok 那这个就不用了嘛 然后我们就把它转换成int 好 然后呢我们双回圈对不对 一样是 但是我们因为是99乘法表 所以必须从1开始 然后到n-n加1 这样才会符合那个范围 那一样这也是从1开始 然后呢 到多少n加1这样子 好 好 那这个里面的子印的是什么 好这里面子印的是 i乘上j的子 i乘上j的子 然后呢 我们希望彼此之间都留一定的空格 看起来比较好看 所以反斜线T 反斜线T呢 是什么我们刚刚讲过 反斜线T就是 就是所谓的这个tab的符号在这边 他可以把它间隔开来 好那一样每一个raw 每一个raw就是从1乘到8 在这边例子是 小1等于9 那他输了是8 所以就1到8之后换行 23到16后换行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 内回圈印完之后才换行 那每一个raw呢 持续往后接 都不要换 直到整个raw结束才换行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以例子 输入8来看的话 是不是就得到我们要的结果 1234 对9 这样子 好那我们再执行一次 假设我输入的是5的话 好是不是可以得到这样的结果 12345 1乘1 1乘2 这是i在这边 1乘1得到1 2乘1得到2 一直类推 这是5乘上5得到25 ok 这就是99乘法表的程式 就这样子 好再来看一体三角形的这个部分 三角形这个比较特别 就是说 他每一行印出来个数跟刚刚都不太一样 他从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因为输入的是4 所以他会有4个 那他有4个弱 那每一个每每个回合呢 印出来的个数不一样多 好那在这一体上面呢 各位去思考一下 好一样是双回圈 这是呢从1开始对 好到使用者输入的 好假设我们在这边 好只是看高度不是跟i 跟这个range里面的值无关 那我们是不是直接给n就可以了 反正我只是要回合数而已 好但是这个就问题就来了 我们看一下 当第一个raw的时候印一颗 当第二个raw印两颗 当第三个raw印三颗 第四个raw印四颗 所以 显然每一个raw 对应到的column值回合数是跟i有关 每一个raw 它的column数跟raw是有关 这个观念很重要 好所以每一个raw 里面的column数是多少跟i有关 所以我这个跟i有关 这样子i 所以当我是第0行的时候 我range是0 那做的事情是什么 我要印出什么 我要印出型号对不对 印出型号 然后显然也是不换行 我们就是印完 假设有两三颗 又两三颗印完之后才换行 好那在这样的情况 是不是可以执行呢 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我输入的是4 诶好像少一颗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不会执行到 因为这边是什么 从0开始 而且要小于这个值 所以他根本就不会执行 对不对 因为i等于0 那你要从0开始 又要小于0 这个根本就不存在 所以不会执行 就少了一次 所以在这边呢 照道理就应该还要在i加1 至少让他执行一次 ok 好来执行一下 是 好这样是不是可以得到 我们要的目标了 一个 第0个弱 印1颗 第2个弱 2颗 1个弱 第2个弱 第3个弱 第4个弱 这样子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一题 怎么样去印出这样信号的一个样子 好 那这一题 右边这一题就比较麻烦一点 因为你看这个 你看这个前面这个 信号前面有几个空白 那我们先把它拆开来看 就是 我们i呢 照样还是算什么 i还是算有几个弱 i还是算有几个弱 然后呢 我们先把左边这来看一下 我们先看 空白的部分 我要怎么样空白从多到小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有几个空白 这有三个空白 两个空白 一个空白 0个空白 所以让3 2 1 0 3 2 1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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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1 0 1 1 1 4 2 用别的符号代替啦 我们用这个at的符号来当做空白键 给大家看到他所在的位置 然后我们又希望他是多个 怎么样才能够多个呢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用这个 4 3 2 1 假设我i是0的话 从0开始 然后我这边要印三个 我是不是n-i 对吧 n-i 是不是可以得到我们要的结果 来看一下哦 好输入4 好他是不是 几个 4个3个2个1个 不对我们要3个2个1个0个 所以怎么样我们再减一个1 对不对 好那再 直行 4 就3 2 1 0 对不对 这样ok的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再开始印星星的 所以这边呢C 好 好 这两个 好 这个 这个回圈必须是要跟什么 跟上面这个for呢 好是同一层 为什么 你会看到他是同一个 如果在执行的 所以先印完空白马上就跟着印什么 好 马上跟着印这个星号 所以他跟他是同一层 只是分别印不一样的东西 好所以这一层呢 就是回到我们刚刚的那个i 加1 对不对 因为我们前一题不是在讲 说哎 我们要印的是跟他一样多 就第几行有几颗星星 第几行有几颗星星 好那这边要印出来的是这个 型号对不对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 4 有没有 星星是不是就可以刚好了 好 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空白拿掉 好就变成这样子 是不是得到我们要的效果 对吧 所以就是这样子 好那有人会问说 老师为什么这边是i 这边是j 然后这边又可以用j 变数不是不能重复吗 但是各位要知道 这个回合结束之后 j 可不可以再拿来利用 可以 如果说你今天的状况是 像这样子往后退 这一层呢 这一层 显然是 这一层for的内层 这样子的设计就有问题了 这个里面就用k 就是要改变 可是因为我们要做的事情 不是第三层回圈 而是什么 这两个 好这个回圈呢 是跟上面一层是一致的 哦那分别掌控的是什么 印控白跟印信号是同一个 印完之后才换行 然后印控白印信号才换行 以此类推 所以呢 好在安排上就是这个是印控白 这个是印信号 然后呢 这两个都做完之后才换行 再回到新的弱开始往下执行 所以就可以得到这样的结果 这样可以吗 哦所以这就是什么 操纵回圈的部分 ok好以上这个for回圈的介绍 提供给各位参考 之后 感谢观看